把几千公里的纯土 清一清 好久没有这样洗过车了 上一次洗车还是 在南宁的时候 感觉比给人洗澡还洗得仔细 洗完又像一辆新车一样 是不是很有治愈感 怎么样 这里有开裂 这个裂缝已经很大了 而且拆开现在已经拉长了 这外面也有裂缝吗 毕竟已经三万多公里了 这种到时候就断了 换上新平台了 到这个据说是西藏最大的机车服务中心 过来换个机油 想你的和你想的都在楼上 轮胎磨得跟那个一样平了就该换了 但你这个稍微还有一点 对啊现在其实还好啊 我在这活得多好啊 你看这上面胎毛都还在 只是这中间稍微有点磨损 那要不要换呢 但你这个跑过两千多公里应该是没事 就是这个胎已经跑了两万多公里 那没事 还有一点 就还能再跑一跑 跑到新加是肯定没去了 到开始再换吧 很多人问这个小踏板的骑行体验怎么样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就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耐造 就是跑了三万多公里了 也算是跑过丙茶茶呀 还有阿里大环线 青藏线这些 还算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些线路 但是一路下来的话 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主要是有一些小问题就是 第一个就是左右两边的近脚 断过几次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装了封挡 然后加上有手机支架 运动相机支架 就比较重的原因 现在我把封挡和那个手机支架 都卸掉了之后 就没什么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 总电源的保险丝烧过两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操作失误的原因 但是还好 反正路上的话 经过有朋友远程指导的话 可以在路上换掉那个保险丝 就可以继续上路了 也就是说都没有影响我的旅途 福喜的第二个优点是省油 油耗很低 按照我平常休闲期的话 时速在五六十 它的百公里油耗 大概在1.6到1.7 如果是跑高速的话 全程急速跑 油耗在2.0到2.1 据说这个福喜的发动机 跟那个什么巧格 寻音赛音那些系列是 同一款发动机 叫什么蓝芯发动机 都是比较省油的 当然也有些小问题 比如说启动的时候 那个车头会有点抖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就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 据说原厂的轮胎是比较滑的 我其实不是很敏感 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但是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骑的是同款的 这个福喜 他摔了一跤 然后在医院里面躺了一个月 然后奉劝我赶紧换轮胎 所以当时我在车子 骑了一万公里的时候 就换了被耐力的半热轮胎 我的后轮 因为之前磨损比较厉害 已经换了两次轮胎了 也就是说 这已经是我的第三条轮胎了 还有不少同款车友表示 福喜的避震不行 太硬了 但是因为我是加了弹簧的 所以我觉得也还好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车子是比较小的 我为什么买这个车 其实也是因为它小 但很多人就跟我说 哎呀我建议你换个大一点的车呀 做这个福喜太小了 太憋屈了 哎我就说 你穿43码的鞋子 我穿3536码的鞋子 你总不要让我去穿你的鞋子嘛 就是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还有一点 就是很多人就关心 这个热摔的问题 就是在高原地方爬坡啊 就是热摔怎么样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感觉 就是翻压口 它当然是会比较慢的 就正常的慢啊 海拔高啊 然后你又比较抖的坡 就慢慢的上去嘛 但是我后来终于知道热摔是什么感觉 就是因为我有骑其他车的话 他说拧那个油门怎么给油都没有反应 车子没反应 他就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然后让那个车子冷却一下 但是我骑这个车我是从来没有过 不管多高的海拔 多么抖的坡 他只是慢一点 但是我不会说给油车子没反应 这种我没有遇到过 我不是专业测评啊 因为我没有骑过其他的摩托车 这是我的第一辆车 是处女车 然后呢 我也不是什么代言人 亚马哈也没有给我打歉 我只是把我的骑行经历和一些体验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啊 你们随便看一下就好了 我过来把边防证办好了 在拉萨办边防证还是挺方便挺快的 但是你要提前准备好一张 无犯罪记录证明 比如是广东户口的话 就是在越省市上面可以申请 广西户口的话就是那个贵景通 要打印出来带过来 它里面没有打印机 你在最近的一个文印是印的话 要五块钱一张 西藏境内的边境地区都可以有 有效期是一个月 好在他周末也上班 因为我明天要出发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办正式 然后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